镜头来到萨姆松厅仗奥运 网球女子单打项目 林嘉文挺进了金牌战 而老将何秋美则是要准备打铜牌战 再来看的是桌球男子单打项目 王以祥闯进了八强赛 而另外在田径200公尺 王世文以分组第二的成绩进到了准决赛 不过连续两届听奥都夺牌的高雅如 因为感冒没有睡好 表现失准 没有进到决赛 萨姆松听奥又见国旗 即日前定向越野 积分版出现中华民国国旗之后 涉及项目 中华队成绩显示也出现国旗 由于两个项目都没有中国队参加 没有人提出异议 女子25公尺手枪 前两届听奥各拿下一赢一同 以及一面同牌的高雅如被寄予厚望 回动绿旗 比赛开始 高雅如排在第七把位 一次又一次重复相同的动作 需要很好的稳定度 并且高度集中精神 慢射项目打完30发子弹 总分267分排在第八位 成绩不太理想 接下来要靠快射项目把成绩拉上来 一组连续打5发 中间只休息7秒 要在绿灯亮起时的短短3秒钟 完成射击 对枪法是一大考验 不过高雅如有点感冒 前一天晚上也没有睡好 原本勤舞组表现稳定 可惜最后一组打出了两个7分 无法晋级决赛 就是我们上一次练习的时间 一直到昨天赛前练习 相隔了将近一个星期的时间 没办法做正式的练习 我想对他整个手感冷掉 我想也有关系 教练表示 射击需要长时间持续的累积 当其他国家选手 实力逐步提升 而中华队每次只靠赛前 两个月的集训 很难将实力提升到巅峰 记者欧佩军邱福财 在土耳其萨姆松的采访报道